出街打火鍋打得多了 有時都想吃一些比較精緻一點的東西 因為外面打火鍋通常都是任何吃的 自己家裡打火鍋的感覺是不同的 因為自己想吃什麼就買一些很新鮮的食材 毒食難題當然要找人和我一起拆一頓 今天很開心找來 這群中文電台攝聽音樂的主持人姊妹 來和我一起享受這餐火鍋 我們去了很多地方搜羅了不同的新鮮食材 有主打肉類、海鮮類、餃類和軟類 我們今天有很多美麗牛 牛肉就不少了 肥牛大家都是吃火鍋 怎麼會少肥牛 首切肥牛就是我的最愛 今天請到一位吃牛肉的專家 不要這麼說 Steven就跟我們介紹一下 都是吃火鍋很棒的 我現在帶來的就是USDA Prime 就是美國極級牛 比較優質一點點的 有什麼特色呢?它有牛味重 還有這些是菊字牛 吃菊物的 油脂分佈會比較平均 這一塊就是美國A3級和牛 Sort Reap Bonus 最主要是我們的肉 全部都是一級逃房 有一個安省認證的包裝 可以在冰房裡處理、切、割、 然後包裝都在冰房裡 即是不是一般超市 在肉桌切完之後包給你 你又回到火鍋 這些根本上開了就可以吃了 生吃也可以 可以 你看到它是不是很啞色 為什麼呢? 因為它裡面沒有空氣 所以會變成啞色 如果你開了風之後 等一會兒它會變回鮮龍色 那這一塊呢 就是在過去五、六年 香港人很追捧的封門牛 一隻牛只有一件 是很貴的 因為在牛的胃部裡面 一個肌肉 那它有什麼特色呢? 它一塊牛肉一件 是好像有兩片一樣的 而且它有很重肉味的 那你會吃完之後 你會知道 哇!這麼重肉味 好像香港吃牛的感覺 那現在我們先切這個 A3級的Sort Reap Bonus 最主要是拿出來 把血水印乾 切牛肉的方法 就是要切斷紋 是 這樣才好吃 方便打便利 我通常會先切一半 切一半之後 肉是不是很漂亮? 哇!真的很好 很瘋狂 現在的紋是這樣的 我們要切斷 哇! 因為切斷紋 它就會變成一格格 對… 像花樣 其實應該是回家 會比較冰硬 這樣就比較容易切 如果我喜歡這種尺寸 咬下去才有肉味 很棒 今天真的有很多款牛肉 包括有些比較優質的肉類 這個是Shot Reap 對,A3黃牛 鋒門牛 還有一些在超市 平時都買到冰的 其實這個比較方便 對… 還有家裡小朋友多 沒錯,吃不到這麼精 其實超市的都很好看 不代表不好吃 不過如果你說有要求 想吃肉味 手切 但這個就要自己去處理 這些就買回來一盒 冷藏了就很方便 對,除了牛肉 不喜歡吃牛肉的朋友 也有豬腩肉 沒錯 有幾層的 非常漂亮 然後有優質的羊肉 羊肉 因為它是坐飛機過來的 對,澳洲過來的 不是本地養 真的是澳洲養 還有肉眼 沒錯,再見 平時肉眼扒也吃得多 它是用肉眼切出來 用雞切出來的 沒錯 又是起雪花 對 非常棒 剛才Steven幫我們切肉 那時候 扔了一些筋 他說可以吃了 是時候吃了 很棒 牛筋 很軟 我還以為很韌 肉味很足夠 很有肉味 超好吃 好嗎 嘩 嘩 不同味道 這個肥瘦分霸得很好 所以吃起來比較軟 跟剛才那塊封門楼一樣 沒錯 因為那些筋是封門楼的 但是肉味超重 超重 但是不同那種味道 很難形容 形容不到 但是我覺得封門楼是比較濃 味道比較濃 如果你很怕牛肉的酥味 可能會不習慣 但是如果你很喜歡吃牛 一定要吃這個封門楼 由於太多食物 只吃肉都飽飽的 沒錯 但是我們真的需要吃海鮮 因為吃火鍋要有海鮮才有富貴 我今天搜羅了一些很新鮮的海鮮 你見他幫我拌勻 其實買的時候是生糕糕的嗎 對 對 他那個生蠔連著殼 即他不是在雪櫃 不是 帶子是連著殼 是長蜜房是圓條的 哇 然後那間店舖幫我拌勻 幫你拌勻 對 好想知道 對 很棒 很想知道這麼好的水餃 在哪裡買 對 那就記住留意我們下一段影片 妳咱們兒 還要緊記住 都有一些 蜜房 學業